美杜莎因为复魂丹才与萧妍达成合作 为何之后她又不要复魂丹了呢 萧妍在塔底将美杜莎黑黑了之后 就遭到了美杜莎的追杀 只是碍于吞天莽灵魂的影响 美杜莎无法下杀手 但也给萧妍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后来击杀寒风之后 萧妍从寒风的收藏中得到了复魂丹的丹方 加上自己又是六品炼药师 萧妍有了与美杜莎达成协议的资格 也正是因为复魂丹 美杜莎才放弃对萧妍的追杀 成了她身边的保镖 那么美杜莎之后为何又不要弹药了呢 刚从塔底出来之后 美杜莎对于萧妍夺走她的处子之身 心中确实是充满了愤怒 真的想要抹杀萧妍洗刷清白 但与萧妍达成合作之后 美杜莎对萧妍并没有之前那么抵触了 再加上两人之间也一起经历了很多 从学院到加玛帝国复仇 一路上的种种 让美杜莎对萧妍的杀意逐渐淡化 开始对萧妍生出好感 再加上紫妍有进阶的感觉 所以美杜莎便将之前准备炼制复魂丹的药材 全部都给了紫妍吃 主动放弃了让萧妍炼制复魂丹 其实紫妍也只是一个幌子 就算是药材不给紫妍吃 美杜莎也不会让萧妍炼制丹药 因为那时的美杜莎已经慢慢爱上了萧妍 一旦丹药炼成 美杜莎拿到丹药后 她的处境就会很尴尬 况且后来又查出自己可能怀有萧妍的孩子 她就更不能对萧妍出手了 而吞天莽的灵魂到后来也没有了影响 所以复魂丹也被直接改成了天魂溶血丹 开始为女儿准备丹药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